Hello 大家好 我是斜佬 今天和大家来到旺角这边 它是一间点心专门店 比较特别的去试吃的 不过去之前呢 有件事先做一做的 因为大家可能都见到 我最近转了发型 为什么呢 我发觉最近洗头脱头发好像脱多了 所以都要搅拌它 所以我来到旺角亚人中心这边 上去找个帮手 帮我看一看 看是怎样护理 怎样活发 搅拌它先 那不要说那么多 快跟我上去看看 好 Let's go 新阁刘三二十五 煮味 大家如果未订阅的话 记得订阅和按旁边的小铃第二个小铃 第一次做活发料程 当依的按救v saber 柱光医療又有林文龍做代言人 無論如何都會有些信心 這裏看上去的環境都頗專業 他專門幫人解決頭皮和脫髮問題 這個人做了三個月都明顯改善 效果不錯 這裏原來還有很多獨立的房間 用來做療程 確保私隱度和做得舒適 第一步先填一些資料和面對的問題 讓顧問可以詳細地分析你的問題所在 之後顧問會和我們做一個諮詢面談 其實我每天都洗頭 但不知為何這裏洗得特別黏 和脫髮多了很多 為什麼呢 你這裏生活習慣或者飲食習慣 有沒有改變 可能這裏我吃得多油膩的東西 你知道我拍攝 因為如果吃得多煎炸油膩的東西 都會令到皮脂線增厚 會令到頭油增多 而且我們每天脫髮 其實是正常新陳代謝 但不可以每天多過80至100條 要不然你會生不遲 療程之前 顧問會幫我們分析和檢測頭皮的狀態 就讓我找到一些比較幼的頭髮 哦 你看到你正常的粗度應該是這些的 那一開始呢 因為油脂和髒的東西 堵塞著毛囊 令到營養去得不好的時候 你就會由頭髮由粗變幼 哦 原來幼了 所以我就找到一些幼的頭髮 那就是說你的毛囊開始要保養了 哦 這樣啊 哇 真是 麻煩你幫我弄一弄它 那其實做多久才有效果的 那其實頭髮的生長期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最少都要做三個月的 我三個月 即是不用做一輩子的嗎 不需要 因為現在會令到你的毛囊 會健康 好像以前那樣 懂得脫髮的頭髮 以及生髮的頭髮 就可以了 哦 那也有一塊 有啊 這題問題其實就是 我上來之前 那些朋友討問的 那如果脫了很久 還有嗎 其實如果脫了很久 都要看脫髮的位置 以及毛囊 現在是不是還是活躍的 那所以一定要上來 做一個頭髮檢測 那看它現在的狀況 那大部分其實 如果它不是去到全髮的話 還有得夠的 之後我們開始進入療程 第一步會先做一個深層清潔 這個深層清潔 是配合深層清潔 一起去做的 深層清潔 其實可以平衡到我們頭部的 游水分泌 不可以太油 不會太油 不會太乾 哦 整個過程也會覺得涼涼的 哇 真是涼涼涼 很冰凍 很爽 毛囊裡面有皮脂腺的分泌 其實久不久要清一清 油才出來 如果長屁都不理好的話 其實它清潔會令到你頭痕 傷頭髒 痣 頭皮 如果嚴重的話 會令到你毛囊萎縮 頭髮就會變得潔幼 再嚴重一點的話 可能會浸缺到頭髮 現在我們會塗一個髮膜 這個髮膜是甚麼來的呢 主要是清潔毛囊裡面的髮物 鞏固髮根 令頭髮膜出來是會粗壯一點的 這個是玻璃消炎殺菌的 好像太空人 這個實驗不知道會否成功呢 朋友 我要翻火星 地球很危險 說實話都頗舒服 涼涼的 哇 出煙了 之後我們就去洗頭 哇 洗頭也很舒服 很爽 有個問題我代朋友問 如果遺傳有沒有可以搞的呢 其實都可以搞的 因為天生因素對脫髮有一定的影響 但是後天的補救才是最重要 例如好像有些大隻佬那樣 本身都是瘦底 他的家族都是瘦底的 但是經過後天 用心做運動和控制飲食 都可以變大隻 所以有遺傳性脫髮 不用太擔心 有心處理就搞到的了 現在就會噴上一個精華 在頭皮上面 配合這個儀器 它會輸出一些氧氣 從而這個機器 可以令到精華冒化了 讓分子細粒一點 頭皮也容易吸收一點 感覺都是涼涼的 對 好像有些空氣噴出來 還有一些香味 而且以前的人 有附近健康問題出現 其實都不知道 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但因為現在 科技酸進了很多 其實都很容易解決到一些問題 現在我們噴上這個精華 是一個防血壓的精華 這樣噴多一點 噴多一點在前面角位 對呀 你知道 男人最重要是角度 這個紅外線是什麼 這個是醫療級別的軟激光 有650Nm的波長 可以令到剛才的精華更加滲透和吸收 這個紅光又不熱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免費登記做這個 曙光再燕活發療程 還有正在看的你們 可以額外拿到一支防脫髮精華 試做完滿意的話 可以以優惠價1888 做10次 做完 現在肚子餓吃東西 今次和大家來這間 就位於通菜街兩階裏面的點心店 其實都很方便的 在旺角港鐵站E2出口 一出來走到兩階轉油 走大概5分鐘左右就到了 其實它有兩層的樓上 我就沒有上去 樓下位置就不是很多 都是一些好像一般點心店 這樣的格局 為什麼會來呢 因為我見到它 說自己出名是牛肉 它這些牛肉的東西 都是說自己的新鮮牛肉 譬如說出名 一個就是牛肉餅 還有燒汁牛肉蝴蝶餅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 而且都很少的 古老東西 紙包骨 所以上來試試看 那現在是中午時間 其實它的餡茶也很划算 它最便宜的 37元就有兩個點心 另外有一些 整個拼盤有9樣東西 就56元 第一樣當然是點它的 名物牛肉餅 它是有粟米粒在裡面的 表面都挺脆的 這一類其實都一般點心店 酒樓都少一點 那我看看它牛肉 是不是真的 或者很出色 那的確吃起來 是比較實淨一點的 像你平時的牛肉球 再實一點 還有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盈住 感覺上吃的牛肉 會帶點甜味 可能真的是新鮮 第二個都是名物來的 紙包骨 那你見到呢 其實它裡面 是排骨來的 一粒粒那些 就不是我們很久以前的 那些 它就大舊一點的 那麼 變了做法有少少不同 那來到你見到 其實都透明 都看到裡面的了 但是呢 其實這些都相對幾油 所以它下面 佔了一張紙巾 都吸收了油 因為我放了一陣子 拍完才拿 所以它就變了 黏著在紙上 吃的時候 就要 吃了拔紙 比較麻煩一點 不過呢 它的做法呢 是它的調味都挺好的 還有呢 它是好像有少少 就是可能用了些紙來炸 變了挺香口的 調味都不錯 不會過癡 但是某一兩塊 就乾了少少 但是 overall all 都ok 第3個 就是蟹肉菜苗燒賣 但是來到呢 你見到 其實所謂的蟹肉 其實就是蟹柳 那 還有呢 我抹開看 裡面其實就沒有菜苗 不知道為什麼叫菜苗 可能放口了 那其實是好吃的 味道是ok的 還有裡面是蝦比較多 還有有些冬菇 那吃下去的味道 層次感是挺好的 不過就 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了菜苗 第4樣呢 就是酥皮焗叉燒包 因為我見到隔壁 好像挺帥 所以我有點喝 那你見到它的表面呢 都挺好的 不會太粒了 那它當然不是很脆的 但是吃下去都ok的 它的表面都夠鬆的 還有它裡面的包 也不會濕透 包是好吃的 不過這個叉燒 裡面的餡料又少了一點 它的味道是整體上是ok的 然後點了一個飯 這個就是排骨鳳爪飯 鳳爪排骨飯 它吃下去其實排骨都挺鮮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新鮮 但是我吃下去 我覺得是有肉味的 鳳爪就一般般 那些飯就分明的 它又不會說很乾 也不會說很濕的 都不錯 而且它這個可以加6元 做那個飯焦底 但是我今天不是很想吃飯焦 如果你們試過的話 就告訴我 如果用飯焦底 好不好吃 總結一下 我覺得這裡的點心 水準是不錯的 而且它不是說很多地方都有 某一些 譬如指包骨 都挺特別的 價錢方面 也是一般午市點心的價錢 不算特別貴 那我做了這個療程 之後這陣子感覺到 頭髮每天起來 覺得輕盈了 而且好像很爽 還有一些顏色 感覺上是深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粗了的關係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 試這個療程 去到資訊欄裡面 按入連結看看 今次分享來到這裡 那我約定你下條影片再見 就這樣 拜拜 好 好 好